大家好,这里是龙话说剧,我善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豆瓣评分9分以上 被誉为神作的绝命毒师第五季第九集 回顾上集精彩内容 老白雇佣监狱扛把子 将老麦克九名手下和一名律师送上西天 排出万难,创建最强销售网络 蓝冰随着木格集团的货物在整个欧洲遍地开花 钞票像纸片一样源源不断回流 数月时间就堆成了小山 他把属于小粉的那份也送了回去 聊起过往 二人不禁唏嘘 在老白心里 小粉与其他人不同 矛盾再多 依旧无痛佳人 汉克偶然发现盖尔留下的一草业集 把所有过往串联起来 老白终于浮出水面 闲言少叙 书接上闻 汉克发现盖尔送给老白的书 震惊地犹如世界末日到来 透过窗户 再看老白心里翻江倒海 怪自己太年轻 诗人是个不分不清 出来后谎称场位不舒服 叫上玛丽匆忙离开 面对老白的关切 也没有给出起码的回应 他激热如仇 实在做不到伪心 一路上汉克心不在焉 精神恍惚 玛丽唠叨的声音 飘到百里之外 汉克的状态 好像又回到了从前 恐惧从四面八方袭来 控制不住颤抖 玛丽叫了救护车 但汉克只待了三个小时 就跑回家 解释生活中难免出现意外 今天的事儿 不许告诉老白一家 说完 带着顺回来的草业集 走进卧室 抱着侥幸心理 找出盖尔的笔记 经对比还是确定 两行字出自一人之手 铁证之下 打碎了他所幻想 另一边 老白上岸后 接手经营洗车店 发现空气清新剂 利润很高 批发只需三毛钱 和白嫂商量 竞购一批 把食物相形 从天然相形分出来 好好经营 争取多开几家连锁店 这碗能屈能伸的精神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可几分钟后 店里来了不做之客 利涤亚见到老白 就开始抱怨 说不干 拍拍屁股就走 可知道 蓝兵的纯动 从99.1% 降到68% 继续下去 恐怕无法稳住客源 起码抽出几天时间 给补补课 费用多少都没有问题 老白已不是江湖人 也不想管江湖事 再说 自己的钱都快生虫了 去你那傻瓜俩走吗 利涤亚还想说什么 老白直接下了逐客令 可白嫂还是看出 两人之间定有猫腻 老白怕她怀疑到情感方面 不敢隐瞒 告诉她 是以前的合作伙伴 想拉自己出身 不过被拒绝了 白嫂点点头 算你老小子有记性 随后追出去告诉利涤亚 滚 以后再不许来了 汉克自从发现老白的秘密 再也不去警局上班 让下属把关于海森堡资料 全部搜加 整整九大箱 每个细节都要重温一遍 再看两个笨贼偷甲鞍的视频 画面中的两个人 怎么看都像老白和小粉 还有毛蛋兄弟 放在独身前的手绘肖像 不是老白又是谁呢 另一遍 小粉到手500万并不开心 被整日罪恶感 折磨得吃不下 睡不着 两眼空洞无神 像鬼魂被抽走一样 尽管两个猪队友在身边 混吃混喝混吸 他也没有任何反应 独自瘫在沙发里停尸 很久很久以后 起身拎着两个袋子出了门 来到古德曼的律师所 不知道是他飘了 还是以为小粉拉了 竟然让他和歪脖子断腿的人 混在一起排队 小粉向保安黑胖子抗议不成 干脆抽搅大麻 古德曼怕他捅了娄子 才开了绿色通道 小粉把500万分成两份 一份给了老麦克孙女 另一份给了小亮仔的父母 算是补偿 古德曼听后吓出一身冷汗 先不说孩子父母 还抱着一丝希望等孩子回家 凭空出现250万 得惹出多大麻烦 老麦克那边更危险 警方还在盯了他的家人不放 这会儿去送钱 相当于自投罗网 汉克已经两度没收老麦克的钱 这250万花落谁家也未可知 小粉不想听他的分析 既然不去 那就自己去 古德曼赶紧拦下他 假意答应 随后就给老白打出电话 将情况151时汇报一遍 而老白此时正在做话聊 没错 癌西包一汹涌不可挡之势 复发了 晚上他拿着两袋子钱 来到小粉家 训斥道 让古德曼办的事太离谱 最好给出港合理解释 小粉回答 你曾说过这是黑心钱 老白被怼得有些截不上话 思索片刻告诉他 那会儿不过是一时激动 吵架哪有好听的话 包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劳动所得 小亮仔的事的确是噩梦 但人要向前看 不能死抓着过去不放 既然覆水难收 就丢掉阴暗面 并且自己也洗手不干了 从此读券再没有白粉的名字 老白又试探硬地问 为什么要把钱给老麦克的孙女 他完全有能力自己照顾 可小粉有种直觉 老麦克再也回不来了 根据自己的了解 老白不会让有威胁的人活在世上 弄死十条人命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老麦克活着让他谨慎难安 说不定上次送包时就下了黑手 老白自然不敢承认 坚称老麦克开着自己的车走了 现在应该在哪个不欠的小城市 逍遥快活呢 语气坚定 眼神真诚 小粉再次信了他的鬼话 老白没有把病情恶化的事告诉家人 但化疗反应让他食欲不振 呕吐不止 太久没有受过这种折磨 准备拿出草叶集翻看一片 却发现书不在这里 回到卧室 到处翻找也不见踪影 起初并没有多想 可他听到白嫂说 汉克得了肠胃炎 已经一周每次上班时 心里生疼一起不好的预感 骑身到外面巡视一圈 果然在车上找到一个追踪器 瞬间感觉天选地转 安叫一声 卧槽 小粉的状态没有 因为老白的话好转 大街上捡破烂的老头敲开他的窗户 希望能省一些钱 但没想到 小粉出手就是一万 老头子可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直接愣在原地 不敢伸手接 这之后小粉就让抽风 驾车锁过之处 扔的到处都是钱 驼走的散台同此转世 老白为了探听虚实来到汉克家 虽然汉克想表现的自然一点 但他刚用的性格怎么也装不下去 甚至对老白的关心都万分反感 两人简单聊了几句 老白就从他躲闪的眼神中断定 汉克肯定通过那本书 发现了自己 索性把追踪器拿了出来 问道 能相信这玩意儿装在自己车上吗 型号居然和放在炸鸡叔的车上的一模一样 汉克没有解释 拿起身边的遥控器 关上车库的门 老白没有任何畏惧 直言 不喜欢汉克充满敌意的眼神 反观汉克 直接挥出左勾拳 老白没有防备 重心不稳 栽倒在地 汉克就是他的衣领 气到骂羊 难怪造成车祸 让他去不了洗衣房 拿通说 玛丽被撞 生命垂危的电话 也不是小粉的主意 杀了十个目击证人 炸死炸鸡叔 都是表面人畜无害 老是憨厚的姐夫 不不不 是海森堡 汉克没有因为亲情 抛弃法律刚记 对天发誓 一定要把老白送进监狱 老白劝他冷静 没有证据 就是无有指控 但要毁毁了两人的家庭 并且癌症复发 又恢复了魔人的化疗 即便这样 时间也只剩六个月 就算有证据指控 也不能让死人进监狱 如此执着 意义何塞 汉克没有正面回答 因为他不知道 站在面前的人 到底是谁 老师憨厚 与病魔抗争的姐夫 还是杀人如麻 狮恶不赦的海森堡 老白只有一句话 最好不要知道我是谁 小心行事 避免妨碍家庭与事业 是啰啰的威胁 让汉克心头凝重 绝命都市第五集第九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白决定上岸 戴秘密 总是遮掩不住 汉克终于发现 蓝兵背后的大鱼 正是老白 可他对海森堡的执念太重 不肯因亲情网开一面 两人之间的斗争在所难免 老白矮战扩散 只有六个月可活 他又会为家人做些什么呢 点击关注精彩小剧 短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